來 往後再試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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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往後再試看 台灣第一站 什麼 它這樣你也看有綠色龜 這怎麼辦 你要把它放掉啊 我幫你放 我也放綠蜥龜了 1 2 3 1 2 3 來 這樣要出去了 哇塞 那個味道 這誰受得了啦 這招百搭耶 這招給小孩是最好的 今天這一招真的很過 我跟你講 這招是厲害的 打四船喔 表示要很厲害 露營是最近時下 非常流行的一個活動 如果你不是跟我一樣呢 是一個野營露營的重度愛好者 又或者 你有著以下的症狀 露營這麼多裝備 你沒有時間做功課 重點 這些露營用品 你只會用那個一次 露營不過秀式 食衣住行育樂這一點小事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解決 其實只要找對了露營區 一次幫你解決 來去看一下 所以在這個莫大的草坪裡面 我要開始找尋我的一片小天地了 是嗎 露營哥 露營哥 你好 歡迎 歡迎 中澳這個環境是我以前經過的時候 我就非常喜歡 因為它剛好在一個山後的中間 是 你有颱風或者是西岸有東西 天氣進來 基本上不太影響到我們中澳裡面 對... 東澳國... 就被都擋住了嘛 上下都擋住 那幾個人一個是說 我們以前在蘇花改出現以前跟出現後 你們這裡影響大嗎 當地人影響大 怎麼說 因為當地人要常常往返嘛 對 譬如說我常常... 假設我要回去哪裡 我就多了蘇花改之後 我十分鐘就達成了 對... 但是如果沒有蘇花改的話 我可能要走個... 繞山路 二、三十分鐘的山路 對... 但是對遊客來講好像還好 為什麼 因為遊客來說 雖然多了蘇花改 還滿多遊客 更喜歡走以前的蘇花舊路 這是重點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以前蘇花舊路 現在少了大卡車 是... 它現在變得很好 它很漂亮 對...而且是安靜的 對... 然後一路就可以往這裡面來 然後今天我們就想說 來個懶人錄影 好的 來吧 這些是我等一下要用的裝備 是 大概已經都準備好在這邊了 然後待會兒我們會請工作人 幫你搭設起來 搭設好了之後都路處好 你再進出這樣子 你剛剛說到是請工作人員 幫我搭設起來 是... 我不用自己再搭 我們這邊的基本服務 一定要幫客人全部都安搭好 因為... 因為我已經是從落地帳 從沒有帳篷 我的露營經驗是從沒有帳篷 自己就是拿那個藍白帆布 野營等級 拉藍白帆布 然後下面那種 前面生一堆火在裡面取暖 裡面睡覺 有山豬出現了 來叫他來坐坐這樣子 從這個時候開始 一直到搭帳篷 現在越來越專業了 然後一直到車子裡面 拖車 然後一直到睡車子的上面 是 所以現在叫我再從車子上面回來 搭帳篷 有一點回不來了 是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對 回不去了 沒有問題 所以是有人可以幫我們搭 有 這麼厲害 我們的工作人員 專門要幫我們客人服務好 好酷喔 客人在這邊是放輕鬆 好酷喔 如果有時候讓客人都是自己搭的話 反而有點沒有放假的感覺 有一點感覺是來野外 夫妻倆彼此 很秀的那種 對... 好喔... 那我們來先把它搭起來 馬上現在開始處理 我們搭起來 我們再來好好聊天 那我們就叫這個搭帳部隊進出了 好... 來... 搭帳部隊麻煩集合 謝謝 不好意思... 那我就先去旁邊拿個杯子 喝個什麼之類的 那沒問題 等一下再來囉 好... 謝謝... 太爽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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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有小管家幫忙搭好帳篷 以前你知道這件事情 都誰在做嗎 都是爸爸 就是我本人在做 是 小朋友在那邊 衝啊... 抱你... 帳篷戴好了沒有 再等一下 老婆寶貝 快... 快弄好了 他們要睡覺時間 我就要開始一直弄這些東西 現在有人幫忙弄好 好像很舒服耶 我們的客人常反應 自從有這個懶人露營之後 夫妻倆比較不會吵架 以上來看 十一住行住搞定了 那接下來吃能吃什麼 我們今天安排的模式 是這樣子 我們搞定了住的 對 那因為在東澳這一邊 有一個 網紅很愛去的地方 叫做芬鳥林漁港 芬鳥林漁港 對 那芬鳥林漁港呢 它最棒的就是 它有當天每一天 現撈著漁獲 對 第一手的漁獲 當我們的傳統家 從外面把漁獲 放到漁港的時候 對 我們在第一線 魚還在啪啪啪的時候 對 我們就把魚帶回來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以海鮮 來作為我們吃的主軸這樣子 漂亮喔 那走走走 好 誰說露營一定要大包小包 來到豪哥的露營區 唯一要帶的就是 愉快的心情 享受度假的樂趣 解決了住宿的問題 來去海邊吹吹風 順便張羅今天的晚餐 貨還沒到 貨還沒到 好 因為呢 等嗎 等是我們一般在做的 今天豆哥大駕光臨 然後呢 給你的驚喜要打開了 等一下 豪哥你都用鯨魚耶 這個蠻奇怪的 對... 你到底要幹嘛啦 豆哥我們現在要跟我們這邊 最專業的定製漁網的傳統家 然後呢 我們要讓你們出海了 我們要到海上 我要出去 你要出去 會死啦 你是覺得魚吃得不夠多是不是 海裡撈上來才是最新鮮的 我跟你講 這個海裡撈上來 那個度一定要去掉 要不然你都會知道 我早上吃了是不是 是... 因為他們就吃了我吃的東西 是... 不要鬧了啦 今天有浪耶 今天不是沒有浪耶 你看外海的天氣 是 但是第一線搶的魚 一定比岸上的還新鮮 好啦 居然都這樣了 走... 要麻煩你了 來去看一下人家有多新 今天晚餐要靠你的 好... 你不下去喔 我在岸邊準備好的你們啦 凱旋回歸 什麼啦 沒有這樣子的啦 你給我上來... 你給我上來 先推到火線去嘛 你給我上來 可以上去嗎 可以上去嗎 沒有啦 這附魚 我附魚耶 不是 我都安排好了 這個局我顧了一年之久 你把雷套飯 沒關係... 你把雷套飯 你把雷套飯 豆哥 感謝你晚餐 謝謝 什麼啦 加油... 加油... 等我帶魚獲回來耶 但是需要什麼特殊我拿走的 跟我算 我最怕這種出海了啦 因為今天的海況說實在的 其實是我覺得會是辛苦的 那也帶大家看一下 真正的在定制漁網上作業的人 其實是辛苦的 大家好像覺得我們出去拿魚回來 很簡單 我們只是定制漁網 拿個魚回來 其實沒那麼簡單 去了就知道了 我們來去看看 來 太上問題 怎麼能吃的 太涵了 做得像就是 冒風 是一種陷阱魚具 也是百年來 魚人智慧的展現 配合魚類的生態習性 將網具固定放置在 魚群會經過的魚道上 藉由圓網 運動場網和鄉網 三種不同網目大小的漁網配置 誘導魚群入網 就像一座大型的海上迷宮 困住魚群 而漁民只要在固定時間出海收網 屬於被動式捕撈 省時 省力 又能省能源 他現在要停到哪邊 我跟你講最恐怖的時候 就是等一下魚船停下來 我們要準備開始收魚網的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是一個比較 難熬的時間啦 你看後面還有兩艘 還有作業船跟著他來 大概是兩艘一起收 把網子拉上來了 對啊 好 那邊還有一隻二封門 然後慢慢圍起來 他慢慢把它收回來 他是等於算是一個 等於算是我們一個水池的概念 那水池裡面有一張網子 那這張網子他定住一網 就定在這邊順著洋流 魚有進來了以後 他把魚網裡面那張內網 拉起來收上來 所以他裡面就會有網子 所以他等於算在這個 訂製的地方一直撒網就對了 對 對 對 我們這是差不多 幾天要來收一次 一般來說 每天都來 每天都來 每天來魚貨量每天都很多 不一定啦 看漏水啦 看漏水 對啊 看漏水 漏水以來 嚇三個魚 我們就嚇三個魚 有什麼 嚇什麼嘛 他訂製漁網的概念 他其實就訂在這邊 順著流水讓魚流進來 對... 流進來他流不出去嗎 也是會出來了 也是會出來了 而且漏水比較頭髮 對 又出來了 所以漏水如果算有了 你不要抓魚就對了 對... 抓好魚的話 網子還給他擔任 網子就都夠了在這裡 都夠了在這裡 這裡的地方都滿好的 現在我們看的就是這都滿好的 這裡什麼有幾種 我兩種 四頭 四頭 這邊抓好 我換抓那邊 抓那邊 我先就 有幾米裡面是 裡面也是一樣 跟這五十都一樣 對... 那訂製漁網的造價 在多少錢 這喔 這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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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要幾六千萬 幾六千萬嘛 你看嘛 一張訂製漁網 哪有那麼簡單 在大海中間設漁網 好幾千萬弄的 然後但是它的漁獲 跟投資報酬率來說 應該算是可以的啦 CP值夠很高 不一定 不一定 有什麼 怎麼會說過 沒有 有 這裡也會說過 說過 你不知道嗎 訂製漁網也會說過 但是要起來 做起來說幾幾顆也不一定 就不一定 這就是都看漏水 看漏水 對 抓這個訂製漁網 就是看漏水 你抓這裡 有的時候上來是沒有的 有的時候上來 他說只剩下那個叫做 蛤 蛤 蛤豚喔 對啊 漆龜 漆龜 剩蛤豚而已 這沒一點啦 它有這種的 就像那種的陷阱這樣 對 放陷阱就對了 對 黑漆賣 黑漆賣 那比較好就對了 海上的陷阱 跟那個 我們在陸地上放陷阱嘛 海上我們也會放陷阱 但是每天這樣出來 看一看 整個的台灣其實滿漂亮的耶 很漂亮 台灣姐 很漂亮 很漂亮 你要穿得很漂亮 你還要穿得很漂亮 你還要穿得很漂亮 你好 開放式的訂製漁網魚群 可進可出 無法強求 漁民們只能把握最佳時機收魚 兵舊說每次的作業 得出動兩艘船 十幾位漁工 但每天的漁獲卻是無法預期 每一次騎網 都像在等待開獎 不知道我們今天 有沒有中大獎呢 水尖而已 什麼 綠西龜 綠西龜 你怎麼看有綠西龜 這怎麼辦 你要把它放掉啊 我可以放嗎 我可以放嗎 我可以放 我幫你放 我也放綠西龜了 你放這個大賣是說土土 土土 那就幾萬了耶 沒有啦 去穿土 你先問你 照看 我可以放嗎 我可以放 可以 我幫你放 我也放綠西龜了 你怎麼看有綠西龜 都水尖嘛 水尖而已 沒有 你再水尖 蠻大的耶 蠻大的耶 這個很大聲耶 這個我們現在拍攝放它沒關係 放沒關係 放沒關係也不要涼而已嘛 我是把它放掉啊 因為我們是要把它從網子裡 挪出去放掉的啦 我也是都放的 一定要放的啊 一定要放掉 都水尖 全部都是水尖啦 也沒有什麼 沒看到什麼大魚啊 我會頭部的 什麼 我會頭部的 蛤蠻 有 要不要 我會頭部的 要不要 要不要 要不要什麼 蛤蠻的 那個石橋 那些石橋 石橋 對 石橋 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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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尾 大尾 大的 大尾 放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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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喔 好東西 一顆 你要拿起來 烏龜拿起來啦 來 打拔 這樣可以喔 有烏龜要 那個 那隻龜讓他上來了 把它放掉 那種手啊 他會受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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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小心 小心 他要怎麼來這邊 不要勾他 不要勾他 讓他上來 對 可以 小心 他有彈到我 1 2 3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他彈到網子了 等一下 他彈到網子了 他彈到網子了 好 好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他中網子 他中網子 不是啦 是這種 這種 我想這種小網子 我要你們釣魚的人 真的不要亂丟 誰要幫我把它抬出去啊 大家都為了要拿魚 對 要拿出去外面放 要不然你放在這裡 你現在把它放在這裡 它又是在網子裡面 我們把它拿到外海出去放 要開出去放 我幫你翻過來 你等一下 他現在想回去 等一下放它 等一下把它放回去 等一下把它放回去 他剛剛 他剛剛被網子殘到了啦 所以他也 他就是 反正他就被殘到了 他現在把它 把那個小的網子解開來 然後我們把它帶到外面去放 等一下 等一下出去放 出去放 這裡可以放嗎 可以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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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等一下出去了 因為它現在是網子收了 它下面是沒有網的 所以我們把網子收起來以後 它從外面這邊丟進去 丟下去了 它就可以出去了 好 今天都這種啦 幾乎都是水漿 所以只有水漿 比較大的是那一個 那邊他們叫做 他說他們叫什麼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的是 應該是買家 應該是買家 他們叫土拖 土拖 土拖啦 是嗎 對 土拖啦 土拖啦 我們在北部這邊 有人叫買家 有人叫土拖啦 好啦 走了 要來回家嗎 還有 還有 有這個 有這個就好了 一塊就好了 我要逃了 不放我走 大家再去看喔 看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現在目前有這個啦 梅嘎還有一個 剝皮 剝皮今年這個也算大了 剝皮這一塊骨頭 這邊有一根骨頭 這根骨頭是可以拿來做髮簪的 其實是很漂亮的 這根骨頭 因為定制漁網捕捉活魚的特性 只要抓到不適合食用 或是保育類的海洋生物 都能及時被釋放 而這也是定制漁網的優點 利用海洋資源的同時 也留下了一線生機 台灣東部因為有黑潮 帶著豐富的浮游生物 和回游魚類 滋養了東澳沿岸海域 第一網還好有大尾的石橋 勉強算是及格 轉移陣地 準備收第二張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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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停住你就要更暈了 一停一停就暈了 我不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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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咖啡啊 多少塊不會 這個咖啡咖啡耶 還有一個蟻仔 還有一些紅魚耶 這邊有的比較多耶 這邊有的比較多 雖然說我已經吐得差不多了 可能因為我剛剛有餵魚啦 所以現在東西上來了比較多 好 它叫我們去旁邊一點 危險 它叫我們去旁邊一點 危險 蟻仔 找什麼 美咖 來了 上海了 去看 好美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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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 好美咖 小小小 真的是 我們是說土土 土土 那就幾萬了 沒有啦 幾千塊而已 哪有 幾千塊而已 是喔 這一種 這一種還是要加 還有一種 這一種還是要加 這給我土土 要土土 沒加 不一樣 這要分別 要分別重做 還有一種 對 這邪名叫馬家圖 馬家喔 那等一下這一尾就 我上傳的工作 就靠這一尾了 這個就是 人家說酒鴨 酒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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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我有嚇 有另外一尾 你趕快開船啦 快點 要不然你再不開我又要暈了啦 大哥你不要再問了 所以說哥是因為 暈船 頭昏腦脹 即使下了船 馬家和石橋 我還是傻傻分不清楚耶 各位你們看懂了嗎 熬了這麼久 終於來到最後一張網囉 沒東西耶 這個對他們來說應該都是 算沒東西的了啦 等一下上去來看看 看有什麼 但目前我是沒看到什麼 什麼厲害的 不會啦 至少 我跟你講這個比去釣魚好 比釣魚簡單多了 以後就這種就好了 以後就這種就好了 來 有什麼 一人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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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你要照顧到的事情 比如說你要知道時間 流水 然後你自己的身體狀況 你會不會吐 你對海浪的判斷 其實 在這樣的條件下 魚貨已經取得比較難了 更不用說現在的全球 在生態上面的問題 你如果沒有好好的做到一件 可能 放小 補大 還有在環境上的照顧 跟海洋資源上面的維護 我覺得以後要 就算你有定制漁網 要補到魚 我覺得也滿難的 因為漁獲一直在減少 一直在減少當中 不定時不定量 完全是看天吃飯 這就是定制漁場的宿命 明舊說 雖然今天的漁獲連付油錢都不夠 但漁況好的話 一天最多可收到三次 在漁業資源 日漸枯竭的今天 這樣的限制 反而可以讓海洋永續發展 嗨 嗨 我等你回來了 感謝你的晚餐 感謝你的晚餐 先過我這一關 所以你稍微炙燒下去的時候 它是會有香味出來 謝謝 謝謝 這個味道 是 受得了啦 這一招百大耶 請 這招給小孩是最好的 真的嗎 這一招 真的 我跟你講 這招是厲害的 台灣第一點 先過我這一關 剝皮魚啊 剝皮魚不錯 滿大的喔 剝皮好吃耶 好吃啊 肉餅好吃耶 先表現 沒有啦 我跟那個船長講了啦 劉一瑋買家啦 劉一瑋差不多這樣的啦 那剝皮魚也可以啊 剝皮魚也可以啊 對啊 那那個大的讓他賣啦 自抓自售 一條龍的經營模式 跳過了魚市及中盤商的抽成 不僅在地人 就連遊客都知道 要來這裡買最鮮 價格最實惠 也最符合時節的海產 想要加入搶魚的行列 記得要野民手快 而且千萬不能客氣 才能搶到好料 而我也要來好好品嘗 那口心力血搶來的晚餐喔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 一條龍服務 是 反正就是你 整個人好好的走進來 然後吃飽睡好的走回去 是 所以人家什麼都不用動了 對 這是現在最基本要做到的 好 來 我們先來試什麼 生魚片好不好 好 新鮮到不行耶 這個 我們買家魚 買家魚 還有我們的剝皮魚 你先嘗試看看 先來一下 不要再用鯨魚了 你每次用鯨魚 我都覺得後面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緊張 對啊 會緊張 像剛剛已經吐一輪了 現在來吃剛好補回去 補魚的時候吐的嗎 對... 吐一輪 我的天啊 不好意思... 沒有咬 我再來剝皮魚 我來剝皮魚 是剝皮 不會剛剛我們一般今天拿到這種大小 因為它旁邊有大的 是 一般我們這種大小價位還不高 但是你知道 不會剛剛只要上六七斤以上 這都好幾萬去了 分了您這邊有一個小小的特色耶 就是 不會是來這邊才了解的 他們是用公斤算的 對 公斤跟台斤真的有差一點 有差... 有差 所以他們公斤 他們的當漁獲倒下去 去讓所有我們現場的這些朋友們 我們台灣的這些 我們的這些親友去搶的時候 用公斤去計價 對 要買起來相對親民 就舒服多了 對 相對親民 親民很多 你看到那個數字 然後你下去買 報出來的價錢 是... 就是開心的 台北差一點點... 這有的我們就好吧 謙虛一點講 就叫城鄉差一點 是... 但是住鄉下 還是住城市好 你可以自己選 對... 那我們試下一個回不去 為什麼叫回不去 回不去是 我們這一邊地方有人 他們一些地方上 特色的小吃 因為軟席本身 不是每一天都有的 對 一有軟席上來之後 用生鮮的軟席 去醃製出來的一個特色小吃 它很簡單 它叫大蒜 蒜苗 辣椒 醋 醋 醃製一道 今天醃 明天吃 對... 今天醃 明天吃 今天醃 明天吃 試試看... 我沒吃過這個 很適合下酒的小菜 回不去 對... 所以我們都... 因為它沒有名字 變成我們年輕人就去 幫他取個名叫回不去 因為吃過一個這個 你就回不了家了 對... 你一直喝 其他地方不太容易取得 這個好吃耶 對 今天做明天吃 今天醃製明天吃 對... 因為我們這邊訂製漁網 所以我們訂製漁網 每一天漁獲進來 什麼樣的生鮮不確定 所以有時候遇到了 我們就趕快做這個回不去 對... 它會黏牙耶 有一種黏牙的感覺 對 很Q啊 QQQ的Q度 Q度有來 是種特技的感覺 配個一點簡單的啤酒 這個很像酒菜 很像酒菜 好棒... 好...那我們下一個 跟我們的櫻桃鴨捲 櫻桃鴨捲 對... 都可以試試看 來一個櫻桃鴨捲吃 是... 那當然我們的大白蝦 我們的大白蝦 對... 你好像在餵阿嬤的孫子一樣 是... 趕快把你餵飽 因為今天你捕魚辛苦了 從頭到尾就一直餵一直灌這樣 跟阿嬤的孫子一樣 是... 沒有 因為我剛剛真的都吐掉了 很可憐 這時候才會了解說 原來我們 漁民的辛苦 對 我們桃海人 他們把我們這一些 這麼新鮮的漁獲帶回來 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吃的時候很輕鬆 對... 殊不知他們在處理的時候 很累的... 鮮甜的餡撈軟絲 即使是只有簡單的調味 卻讓人一吃上癮回不去了 而外型讓我傻傻分不清楚的馬家 吃進嘴裡 豐厚的油脂立刻在嘴裡化開 有了這冬季的夢幻食材 哥當然要好好露一首囉 我要挑那個紋路漂亮的給你看 所以平常小朋友都是這樣料理嗎 我平常小朋友在來的時候 我也是這樣 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這個最簡單 而且最好吃 然後因為你生魚片 你稍微炙燒下去的時候 它是會有香味出來 它會有一個 沒那反應的感覺出現 有沒有... 那個味道 這瘦得了啦 這個露營的感覺馬上到位 對啊 這種 其實這個很簡單 因為你露營一定會有噴燈 是 你一定有噴槍 你就把它這樣 整個讓它瘦一點點 有點像烤直火的 然後新鮮 然後植火的那種去烤 有沒有 這樣... 然後這個時候 如果再來一點這個 小朋友愛的啦 起司片 你給小朋友一點點起司片下去 這一招下去 它會瘋掉 對 它真的就瘋掉 爸爸 快點再給我兩個 我也要這樣子 好 吃一招 好 一人一片 這一招百搭耶 很輕 不便 這招是真的是百搭了 對啊 好 一片用 你看 白油 白油 這樣子 然後這樣 繼續 好 好 有了 有感覺 還是味道 等一下融化 然後把魚肉那個醬汁 包在一起 對啊 而且這個喔 你也不用讓小公吃到醬油 是... 因為它這起司本來就是有一點 太鹹度了這樣 太油了 太鹹度了 來 豪哥來 請用 好厲害 來 如果大人的話是可以加一點醬油 是... 其實真的鹹度很夠 這樣 這個做法 可以的喔 這可以的 鹹度很夠 鹹度很夠 剛好 現在這樣剛好 香 起司 確實的味道 這招給小孩是最好的 今天這一招 都用過 我跟你講 這招是厲害的 你再來一盤那個炙燒嗎 你還要再炙燒喔 你看 有時候就是這樣 被點菜的感覺是很好 你知道 再一盆炙燒 對我來說 海上搶魚 可說是費盡了千辛萬苦 但這第一手魚獲的滋味 絕對是值回票價 加上起司簡單炙燒 露營也可以吃得很高級 剩下的部分 另外煮成魚湯 冷冷的夜裡喝上一碗 讓人暖到心坎裡 謝謝豪哥 為我客製化的露營活動 親自參與 從產地到餐桌的過程 實在精采 更是難忘 好 好 我等你很久了 真的嗎 不好意思 沒有啦 其實在這種 好山好水的地方 也不用睡太久 一早起來這種難得的分多金 而且空氣非常非常的好 空氣超級好 一早起來這種空氣是 多吸一口就少一口 怎麼可以這樣行嗎 因為你看你到城市裡面 你難得有這樣的空氣啊 是 是 要少一大口 就少一口 少一口 沒有 我特地來找你 是 因為我們今天有幫你安排好一些行程 蛤 滿特殊的行程 真的假的 又有特殊 多多風 吹吹風 多東風 來 我們冬奧 我不會吐吧 不會 跟昨天不一樣 那就好 比昨天稍微再刺激一點 不是 比昨天稍微再不一樣一點 其實我覺得刺激我倒不怕 不是 OK 我就怕吐而已 就怕吐而已 好 我們等一下稍微控制一下 好 對 可以嗎 可以 好 走 來 出發 去 豆哥 這就是我們待會要 兜風用的工具 開這個兜風 你是把這裡當 珠蘿器公園是不是 打四團 腳是要很厲害 來 台灣第一店 開這個兜風 你是把這裡當 珠蘿器公園是不是 是 這個俗稱叫做UXV 全地形越野車 全地形 開這個車在這樣的 在這樣的地形裡面 真的滿像在 珠蘿器公園的 是 待會兒我們會先到 海邊 先往海邊去 對 海邊有一些河谷沙洲的地形 好 海邊完了之後 我們看看海景 好 沙洲體驗過之後呢 我們就往林道 往我們越野林道進去 也剛好啦 我們用這樣的 走山走海的模式 幫他介紹一下 東澳這附近的地形 其實滿多樣跟豐富 對 因為它又靠山又靠海 全台灣其實不太 不大 但是呢 它五臟俱全 你要去海邊 也不過就 十分鐘 是 要進到深山裡 也不過就半小時 其實是非常豐富多樣 其實 我們來去看看 好 出發 好 預備 預備 好 好 走 走 走 好 走 好 走 很難到喔 貨輪區用來說 而且它目前表現不慢不錯 好玩耶 這樣玩好玩耶 OK嗎... 當然OK啊... 你們這樣開發出南澳 東澳這一邊的這個沿海的景點 跟這種幽災 然後真正來進來看風景 因為有些生態是 你走進來你是看不到的 那你如果開車這樣進去 像這個季節就有那個 刮旁 然後刮旁這樣進去了以後 你就好舒服喔 另外一個世界 而且來這邊這樣 可以開到這邊 這個灣叫什麼 東澳分尿林海灣 分尿林海灣 是... 這邊夏天獨木舟沙 對沙 海面上有很多 市面八方來的遊客 在那邊玩海 對… 這邊的海景算安全 對… 它跟 因為我做花蓮 它跟花蓮一樣嗎 它下去有斷層以前嗎 有斷層 不過我們會建議來這邊的遊客 玩海的時候 因為畢竟這邊是石頭 地壇 對 所以我們盡量的身著重裝 最起碼 最起碼頭盔跟救生衣 這個不要生 對… 不要太高估自己的擁擠 只要有這些設備 一定是安全的 對… 當然都是安全的 對… 對… 就是自己的姿勢的培養 是…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的練習 剛剛那是練習 小菜一堂 這個什麼小菜 這個已經很好玩了 沒有… 我們接下來要 還有什麼 全身體喔 真的要讓你發揮實力 是什麼 我們要往我們的 越野地道進去 好…這個我喜歡 練習完了 現在要正式開始了 真的假的 對… 車不會壞啦 OK的 我是擔心它壞掉的 不會… 你不用擔心我壞掉 沒事… 因為我已經壞得差不多了 沒事… OK 到時候出發 好… 開始囉 打四船喔 表示要很厲害了 表示要很厲害了 喔… nice 呦呼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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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啦 這樣比較好玩 滑螺 滑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第一點 好 可以 這條路其實滿不錯的 在你們自己地裡面 然後有一個這樣的四輪驅動 Off-road的地形 我覺得滿不錯的 是 然後我剛剛其實有點小建議 就是找幾個工作人員 穿那個恐龍裝 有沒有 搬義手龍 然後突然間再這樣 吹煙 燈光影響球 燈光影響球 反正你們也是做這個的啊 你直接打敗什麼Match Mountain 或者是其他遊樂園這樣子 預算要有一點 對... 屌打他們 真的耶 讓我們長大 對... 我剛剛這樣開我就覺得 進到自己想像的世界裡面 而且靈相非常的好 是 雖然我們在這個300以內的靈相 我覺得是好的 是... 皮桶樹 嶺樹藤 龜飛玉 菇火雨的這一些 好漂亮喔 而且是一個原始 剛好從樹林這樣灑下來 對 然後剛剛有陽光 還經過了那個刮斑 我又直接停下來 這次你先拍張照片 先拍... 對... 沒錯... 好舒服喔 真的有越野的感覺 對啊 這種行程應該... 應該 容易玩到 你們怎麼會想要開發一下 到時候的 你原來是做的 我們原來就是一般的上班族 上班族 對... 然後就是喜歡戶外 就來這邊想說找一塊地 看看有沒有可能在這邊發展 約了就約了自己身邊幾個人 對...就慢慢就直到現在 你們是同學嗎 都是同學 都是同學 對... 復興美工 都是復興美工 你看 我跟你講 我認識幾個復興美工的 真的是人才耶 一群復興美工的同學們 他們因為愛玩而玩出了自己的人生 我覺得玩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你一定要好好的去享受 好好的找一件你喜歡的事情 給未來的自己 這個是現在很少人想到的 那我覺得 每個人都想做這件事情 但為什麼你沒有去做 我覺得就是去做就對了 你就是去玩 去享受 你進去裡面 你會有不同的感受 這是不一樣的 好棒喔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開這條回去 這個河道是我們小朋友在玩的 對... 是小朋友 小朋友在玩的河道 我們等一下繼續往林道 回到我們的營本部 好啊 來 泡個茶 泡個咖啡 泡個茶 泡咖啡 是... 今天一整天一早起來 舒展筋骨也就覺得 有玩到了... 十一住行 都有了 應該有人都有了 對啊 這種懶人露營的模式 野營模式我覺得蠻好的 是... 你什麼都不用帶 對 你一來有人幫你規劃好 所有的東西 現在的消費者都需要這樣 對 讓他們來一次來度假 其實這也可以回歸到 另外一個就是從小我們 父母在教育我們 是... 山裡面危險你沒去 海水就危險你沒去 所以導致於現在的 有些小孩可能對於生態 對於山 海的這些很陌生 沒有機會 但如果說你陌生沒有關係 我們就找一個對的人 叫你專業的團隊來幫你安排 對 帶你入門 把安全做好 對 你就可能可以再進一步 是... 對吧 好 祝你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有沒有什麼獲得呢 如果有的話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